看不清的双手 一朵花出来 谁经过的温柔 大家早上好啊 早上好 彬彬 我们要走咯 今天早上还是雾蒙蒙的在下雨 我们马上到三星堆了 三星堆遗址呢 就在我们四川省的 德阳市的广汉市 鸭子河的南岸 大家看一下这停车场 超级无敌大 我们的车是存在这个院里的 三星堆呢就在对面 我们走过去就好了 三星堆的发现啊 是古蜀国存在的独特的证物 它呢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 直接向前推荐了两千多年 非常重大的历史 大家看一下三星堆的地理位置 就在红色三角这里 大家知道三星堆的生日是几号吗 几号呢 三星堆最早发现是1929年 它的生日是10月26号 刚过完生日不久 这是97年出土的象牙 看一下历史的痕迹 是公元前2008到2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晚期 可能我们大家比较了解四丑之路啊 这个是南方四丑之路 大家看一下 从这里三星堆一直出发 看红色的路线 成都往这边一直走 一直走潘芝花 成都的最南面 然后到达大理 到达瑞丽 然后就到缅甸了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 青铜大利人了 大家可别小瞧了它 它可是被誉为世界同向之王 高2.62米 大家猜猜 大利人手上拿的是什么呢 是金铺瓣吗 我们大家看看这棵树 它可不是一般的树 是世界上最早最高的青铜神树 它可是我们三星堆的镇馆之宝呀 也是首批要禁止出镜的文物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 这棵神树到底有多高 这个呢是摇前树 大家看一下 像不像超级马里奥里面的通天树 祝愿大家发大财 这个就是金帐了 金铺瓣棒 它的含金量达到85% 这个人像拿的是不是金帐呢 还是象牙呢 综合馆呢 我们已经参观完了 现在我们去青铜馆 这里是文创馆 卖一些周边 看一下都是什么 这个 这个青铜小人那大麻将 这个太符合成都的细致了 这还真有一套小麻将 要336 应该很精巧 看看这些小小的国宝 可以买回家当个小摆件 挺不错的 这个就是大利人 这边卖叫面具冰淇淋 好可爱的冰淇淋 你看 都是面具的样子 15元一个 穿过文创区 这边就达到了二展馆 这二展馆的上面呢 别具特色 这个是青铜贵族人像 大家看一下 哪个是冰冰 哪个是新歌呢 好可爱呀 这个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木人像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造型是不是特别的夸张 它的眼睛是突出的 耳朵呢是外扩的 可能国属国人 想象当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就是这个样子吧 这个画面好震撼的 我寒毛都要竖起来了 我仿佛在古丽影游戏世界里面探索 经过这些宝物之后呢 来到了一个 这个是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这是什么机关呢 这些青铜面具呢是由小到大 小杯中杯大杯 这属于XXXXXL了 这个是面具背后的样子 看那面就是正脸 这个角度看一下 非常震撼 小的可能看不清 这个3.5倍的就能看清 它每个部位的构造了 它每个树枝上的那只小鸟 就非常清晰了 继续往上走 这是二楼 第二楼之前有一个文创店 看这些包包 明明肯定喜欢 粉色很可爱 这个水杯造型好奇特呀 嗯 这个是青红太阳行器 古时对于太阳的一个描绘 像不像包装盘 这是它的logo 这个是青铜蛇 看它多精致呀 上面很多发文 这几个是圆形挂饰 像不像包装盘 青铜鸟行的事物 这个叫青铜鸟族人像 看一下这是人腿 下面的是鸟头 很特别 这个青铜鸟特别可爱 像动漫的构图的感觉 青铜鸟柱形器 看一下非常精致 它的旁边呢就有龙字的演变 大家看一下 逐渐地进化成龙字 这是我们简体的龙 反体的龙还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就是大力人像出土时的一个照片 从1929年开始出土 到现实的这些号 也是毕竟的发展 很不容易 这个是我们的二号厅的三楼 它就把这个整个发现的三星堆呀 如何出土的故事 都以图问形式展现出来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三楼看看 从二号展厅出来之后 我们就沿着这个小路 一路走下去 外面现在小雨细细绿的 因为感受特别特别好 我们从二号展厅出来 这边有个文物修复中心 有很多还未修复的文物 这边还展现了修复文物工作人员的 你的工作台呀 它都展示出来了 它是非常科学的还原历史文物 不是说简单上个色啊什么的 这个做的动画特别像游戏是吧 好像我们玩过的那个双人特形 说完了现在 拍的宣传片 这么多从遗体挖下出来的图样 工作人员一样一样的标识 考古工作也是需要信息的人 这里就是祭祀台了 中间的是太极八卦 是由加拿大李荣女士98年创造 上面方形的就是祭祀台 象征着地方天圆 现在我就来到了太极的正中央 在这唱首歌怎么样 冲冲茫茫 冲冲茫茫 三星堆呢 很多人有个疑问 就是三星堆毕竟在三星村发现的嘛 这个三星堆是祭祀 也是祭祀堆 在这边呢 古代的古蜀人啊 就把这个祭祀 要祭祀的这个物账 就给器物啊 就给埋葬在土里面 就以前了 被发现了以后 这么多西式珍宝 今天参观完 给我的感受呢 就是 沉睡三千年 一行 惊天下 就是这种感觉 这才是你编的呀 我也不知道 好像之前听过 然后我就在这说一遍 就是给我的 就是这种感觉 不愧是二十世纪 就是人类最伟大的 考古发现之一 真的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啊 就是来这看看 真的会让你很震撼 跟其他的博物馆 还是很大很大的 有不一样的 很感谢之前网友推荐我 要本来打算走了 现在 来了之后 真的不奉快 今天还特别有感觉 我想起你唱的那首歌了 什么呢 什么春月 的 五千年 那是什么歌 二千年 两万五千年 三二千年的宇宙 是你在镜头等我 最美丽的感动 会值得 有一首 守候